东风三月飘香续 一夜随波画绿瓶 阳春三月 济南暴突泉公园内 金线池北 一池壁拳水花翻飞 晶莹灵动涌如飞絮 拳边垂柳 微风之下婆娑起舞 即柳的婀娜多姿与水的活泼明媚一一身的她 便得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 柳婿 大地春回的季节 万物才刚睁开惺忪的睡眼 而她虽从寒冬跋涉而来 却已涌动了一年的生机 全墨纷飞 如絮如舞 醋醋银花 如树鸡蟹蟹 一年四季 这一池偏鲜的柳絮 活泼泼的姿态 令人目醉神迷 心旷神迷 柳絮泼 柳絮泉早在金明泉碑 明七十二泉诗便有记载 金明清均入选七十二明泉 乾隆年间 济南诗人任洪远 坐柳絮泉房里一安故宅 未寻此女社 却向柳泉行 秋雨黄花寿 春流树欲生 后人遂指任柳絮泉盼 为李清赵故宅 1959年 改泉池东北丁公寺 建李清赵纪念堂 灵秀的泉水 清幽荡漾的水波中 似乎带着 一安瓷取的鱼玉鸟鸟 更显风韵 谁言春光异逝 这泉在万物冬眠时 纷飞柳絮 千年不合 声歌不屑 在寒冬宵室 万物争其斗燕时 他反倒身姿谦卑 不惊艳 却凌驾了满园春意 他与公园一语 一年四季 柔絮不断 于平静之中 享受着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